直接剪光头啊 剪光头不痒啊 剃光啊 剪了你就别后悔啊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北姑嫂 永哥现在在搞这个鱼竿 今天前面下了点小雨 现在没什么太阳 我跟永哥去钓鱼 作为堂主 还在我的堂里面 还是去年钓的 我今年没有钓鱼 我试一下我现在手气怎么样 如果能钓到一条大草鱼 今天晚上就拿来做了 今天猪大熊鱼 我是钓不到熊鱼哦 这里留着 有大田 像鸡窝一样 这里这样留着吧 赶紧推了我们去钓鱼 哇 别把我手勾住了 这个 这个纸线比这个主线 跟这个主线一样 3.0的主线 3.0的纸线 你还钓不上来炒 你别搞了 我压力好大呀 这还是两个钩子啊 这钩子怎么这么粗啊 都是两个钩子 还在炒往来 勇哥等不及了 在那里钓 我吃了个饭 他已经在钓了 勇哥 你打雷了 雷打渣男了 哇 我拉不住了 感觉很大呀 应该 你拿去吧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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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边上扯 我在扯了 来了没 来了没 来 你要扯住他别动啊 我觉得你这钩子都抓得很快 不会 把你扯住他别动啊 好快 来 过来了 过来了 哇 他跑得好快啊 你这鱼最起码五斤多了 哇 这么大 扯了好久啊 朋友们这一餐鱼要做两餐吃这一条 好大呀 撑一下 回去撑一下 勇哥钓到这条鱼有多少斤 哇 说好的我来钓 结果一来你都钓这么肥的一条 好了 哇 我拿不起啊 来三斤点 我赶紧拿回家去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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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头皮掉了 好 哥哥下大雨了 快跑 今天晚上有鱼吃了 看家伙们 这么大的一条鱼 回去撑一下 有多少斤 别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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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阿姨 快 多烫鸡了 新回赶到家了 我的天 跑到八个树那时候 倾盆大雨 他不够的 走都了 我尽灭了 烫鸡 看跟我的手巴掌一样关 然后有这么长 没死吧 八斤二两三八斤这条鱼 等会儿鱼不下了 我再去钓一条 这是永远钓的 我要挑战我自己钓这么一条鱼上来 我现在上去先把头发吹干 就让假冒了 这条鱼够大了 我现在要给它杀了 每次这种活都我来干 钓鱼的技术又上升了一个档次 我跟小贝一起搞上来的 我当时钓鱼的鱼只有三斤鱼 哦 只有两三斤鱼 八斤鱼的后 七刀鱼 天天的刀鱼 你看 现在阿芝已经刷好了 然后这条鱼实在是太大了 有八斤多 我们也吃不完 然后我给我伯伯拿一半去 我伯伯家救我 金鱼伯伯跟秋生伯伯 两个老人家在家 他们也不怎么吃鱼的 拿一半给他们吃 昨天还从他们家拿了一碗豆吃呢 伯伯 给你拿了半点鱼 你跟秋生伯伯吃 就炸干了 你跟伯伯两个人慢慢吃 放着吃 你我得好多鱼 我得定吃 那一半也很久 我得你别过来过来 洗个手 你炸了它 你炸了 你留着吃呗 二十鱼了 没事你吃 我吃了你那么多东西 拿半条鱼给你怎么了 我们要 今儿说有个词叫 礼尚往来 还有个词叫什么 远亲不如近邻 我伯伯他们对我很好的 就是很多那种家乡的老菜 勇哥 就是要这种老人家做出来好吃 他鸭子每次炒好也会拿一碗 是啊 伯伯每次炒了鸭子 鸡肉都会端一碗给我们吃 所以说 就是礼尚往来 尤其是两个老人家在家 给他们吃 我回去了伯伯 嗯 好了朋友们 我们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吃小北加草鱼的就来 我跟勇哥去给你钓 这么大一条八斤 没有了 有 有 好